我是林冠林 我搞摄影已经有六四年了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我姓李叫李培阳 今天可以访问到前辈也是很荣幸 我也很高兴 其实我也是一名摄影师 然后大部分是同路人 同路人对 然后有做自己的创作 然后也是一名商业的摄影师 也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创作 那我是一个 你就是以为 自己拍了收藏来看看 行散 然后我才知道说 还有另外一个出路 就是收藏 搞那些美术馆的收购 那我记起我很大的思潮就说 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更加努力 把这个摄影发扬观大 那我们从开始的时候聊起了 你还记得一开始是 什么样的情况下接触到摄影 谈到这个也很简单 因为我是做生意人 只是生意完了 就找一个门路来去发展 找思好 找一个思好 然后结果说我摄影是我很重要的 决定是很重要的趋路 所以我就尽力在摄影方面做一些活动 担任会所的会长 或者担任组织到各国去拍照 和各国的人联络 这个是后来我一直发展下来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人生的第一台相机 是哪一台 我的相机很简单 因为当时我做生意是没有应酬的 所以我用全方面就比较 大胆一点 比较大胆一点 Loligot和Leica 一下子就买两种 那么我看到有人用HiSumlet 所以我就改做HiSumlet 那个我立刻就换 结果我觉得换得对 因为增加我的 对摄影的吸引力 还有取材各方面 有很多选择 那那个年代 你们是有地方去学摄影吗 有 是有地方去学 其实我学摄影是从成人教育剧里面出来的 开始学是世界经济学 还有心理学我有度去学 就是成交去学 学到没有了 到最后 学那个摄影 摄影我就说李少林在教 还有那个郭商会 我是度李少林在教 所以这些都是历史 到最后 他还开那个彩色班 我也去上彩色班 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用底片 还很记得那种 等底片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 因为你一拍了过后要去洗 又再去店里面洗 然后也不可能马上看到 洗相片是最很有乐趣的一项工作 如果 过去有人用 用那个底片的 用手洗的 饮盐了 那个时候最 最有乐趣的 你还记得那时候的感觉吗 当你看到你洗出的照片 对啊 特别有兴趣的 你越想越要想做 所以我的 那个 洗相罐你看 三层我都买 我一下 拍二次卷 三次卷 所以那时候 当你刚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 新加坡有什么地方是你比较常去的 比较有题材 在新加坡人通常去的就是江伊亚 海边 新加坡河 自务园 公园 这些都去 那时候的新加坡河跟现在应该 差很多 那不大有不同 以前 新加坡河是 等于 从中国来的货 都经过大支船 换成小支船进来的 后来没有了 船越来越大 新加坡河就改变成为 游览的地方了 他不要让 小船进来 就像现在这样 空荡荡让人家参观 和以前不一样 那我想要问你一下就是 当时那个年代 你们 当然是没有网络的嘛 网络 那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参考说 就是东南亚或者海外的摄影师的作品 那时候大家有摄影比赛 有沙龙比赛 大家参加来参加去 大家就看 原来泰国的地方有很多漂亮的 为什么 我们也要去 所以你们会有组织 小团就是去这些地方拍照 几乎每年 每个会都有 三四次四五次 每年都会有三四次 组织一些团体 都是几二三四个人去 其实这样蛮有趣的 可以认识人也可以去 新的地方拍照 他们是把它当作是一种 找新的材料新的观看 然后 以为 他那边越落后的地方 越有趣味 越好 这个是那时候的情况 我觉得你的作品里面 留下来最多的就是 早期的新加坡的一些景象 而且 那个量真的很多 所以 我心里有想说你是不是真的是 有意思的在去记录这些你觉得会消失的一些东西 其实 我拍的照片 里面 当然有很多是新加坡 收录的都是新加坡的 其实我有很多马来西亚的 好像关胆 登加如 其实那些地方的也都有 只是说 没有 拿出来 而且国家美术馆都是要新加坡多了 对 对 那你会不会说同样的地方去很多次 去很多次的很多 比如说 江一海边 可以说一年里面 最少去了10次 西加坡河 也是这样 十三区的 只是说 有一些有连关性的 有一些是没有连关性的 因为我是想拍了 才来去 组织起来 把这个相片放好 然后留下来 结果也做到 那我想要问你 就是 你拍了那么多年 有没有一些场景是 你觉得比较难忘 有这样的照片吗 有 你到好像到 八大鱼竿那边去 那么我们就拍了 很多 孩子们的 生活在海边的生活 觉得很有趣味所以我就把它留住 你是说那些捕鱼的照片吗 捕鱼的照片 因为这个东西在现在不可能 没有了 现在也没有了 不可能看到 也不见了 你的地方也不见了 所以看起来 也是事实 碰到真的机会来 拍这些照片 虽然说 碰机会 不过也要 用头脑 如果没有用头脑 你机会来你也不懂要怎么拍 那我想要问多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 你有没有错过一些场景 有什么场景是 你很想拍 可是 却没有那个机会 这种东西 有时也会发生 这是免得 比如说 我们现在拍 觉得 要再拍这个 那个场景不见了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是正常的 有什么缺点 因为 回来就想 我应该要用这样会更好 所以错过其实也是摄影的一部分 错过 也可以说是一小部分 对 就是知道说你也有用摄影来 记录一些家人照 家庭照 这个也是我很兴趣的 对 非常兴趣 可以聊一下 我拍照 不是单单说 只是拍 外面的人 也自己 孩子们的照片 我是从小拍到大 这个是很少见的 对 真的很少见 画车里面 96张里面 我最少拍了有 30本 30本 就是家庭的照片 小孩的照片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拍的 带小孩子去 我又很喜欢拍 比如说我的孩子们说 我们去拍照 然后他们也很配合吗 他们配合 没有帮忙 因为我 我太太早上要去巴萨 我说你去巴萨我带孩子去 到处拍照 比如说 市政府 大厅 市政府的 馆场 纪念碑什么都去拍过 所以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 我自己的创作有拍家人 就是我是拍父母 你是拍孩子 拍了很多年 对 那 那 这么多年后呢你回去看这些 之前拍的家人的照片 你的感触是什么 感触万千 感触 过去我的生活 是怎么样子 是过什么生活 觉得说我是 陷入 在摄影的活动中 我可以想像你回去看那些之前拍的家庭照 过了那么多年 应该会有一点就是 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当然 总是觉得 孩子们 都已经 到最后都长大了 现在看起来每个都自立了 那么有的到 都到美国去留学了 就是 觉得说 人生 大概就是这样 已经负责任了 也够好了 也够好了 所以你看到这些过去的照片 我相信感触应该是 是很多 那对 当然是感觉很多 首先 我觉得 我拍了那些作品 也把它 变拍起来 都是 可以 很吸引人的 那么 结果 国家美术馆也 收藏起来 我觉得 更高兴 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很有意义吧 那个意义非凡 我就告诉很多 很多人说 摄影是 可以被收藏的 不是 只是沙龙比赛而已 大家要注意 他们不相信 后来慢慢慢慢扩大起来 觉得大家 觉得是对的 那我想要跟你聊一下 你的这个摄影的风格 你会怎么形容你的摄影的风格 我的摄影风格 很简单 就是 写实的 而且 是生活化的 拍出 从生活化 找出它的特点 变成一张 可以 留作纪念的 作为有价值让人吸散的 所以你觉得 你在构图的时候 用不一样的相机 像你有 4x5的 你有6x6的相机 你会觉得说在构图方面 不一样的相机 你会有不一样的考量吗 通常我拍照 当然 有一种是 今天 拍的 一张好 我明天 还想说怎么改的更好 尽量用我的头脑去想 说 哪一点 可以改进的 尽量去改进 因为摄影有很多类型 有一些是摆拍的 可是那种你是完全没有兴趣 我没有兴趣 你是比较喜欢 我只是 即时的 可以聊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 这种即时的摄影 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你 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 把它 当作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收藏 所以你觉得它是比较有历史性 有历史性 所以你看我的 东西都是 都是即时的 就你比较喜欢就是现实的生活 是怎样 那我们可不可以聊一下那个 摄影协会 你是 什么时候加入 这个协会然后又怎么样变成他的主席 我参加摄影协会 其实 起初我只是认为说 成教剧已经成立 我要去学一些技术 学了 看看 以后可以用吗 那么我就参加 成人教育剧的那个 一参加就 都是受华文教育的那一批 大家都 谈得很热情 都觉得说应该要这样做要那样做 所以就组织一个会 那么就参加这个会 就是新加坡 艺术研究会 就是这个会 那当你做 做理事的时候你 是不是有做出一些改变 有啊 就是改变很大 第一个改变 我去中国 去香港 联络这些人说 我请你到新加坡来演讲 请 中国人到新加坡来演讲 这些都是中国的摄影师 中国摄影师 香港摄影师 开始是香港摄影师 摄影师做了 觉得 影响很大 那么就请中国的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你觉得 作品比较好的一些摄影师 请他们过来 当然我请海外的一定 要比新加坡人好 而且 有华克 知名度在那边是 很高的 否则你到来 新加坡没有人听没有用 就会照收啦 不过是减少 有的人赞助 所以就是你做出的贡献就是让 新加坡的摄影师 海外的摄影师有一些交流 交流 那时候 之前没有交流 都是沙龙比赛的交流 人看不到 只看到照片 自从到那个时候 也可以说 我进去以后 看到人的 交流 请他来讲 可能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你的一些作品 然后聊一下一些 照片 刚刚我的作品 一本是最近的 第一本是以前的 这个大部分是海外的 我们先看这个 OK 本地的 老师我想要问你这本书是你自己 想要出的是吗 对 OK 那是在什么时候出的 好像是 大概 73年这样 那我想要问你就是为什么会 那时候会想要出一本摄影机呢 通常 搞摄影的人最终都想要出 只是说 有的 经济问题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 出这 这一本摄影机 是对你自己这么多年来的 摄影有一种交代 当然是一种交代 每个摄影师都想要出的 只是 做不到 那么 很多人告诉我说要找什么 赞助赞助 我说我们把 钱煮起来 切不去往步是更好 所以这些都是没有赞助 是自己的 没有赞助 印刷的 没有赞助 好那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那我也看过 可是有一 有一张照片我是比较 想要跟你聊一下这张照片 那我想要问你这张照片 你把它称为 我家不见了 可以描述一下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吗 我写的时候就是说 家庭 不见了 究竟是怎么办 一直在想 可是 有两种想法 一种想法就是说 政府已经拆迁要 有新的期望 另外一种就是说 在一些国家里面哪里可以做到 很穷的嘛 所以这个是在牙龙拍的 牙龙商巷 所以那时候就是他们在建设是吗 那时候 对 建设的很厉害 所以有些人的旧的 住宿就被拆掉了 都全部拆掉 也有很多山殿 这个是海底屋 所以那时候的牙龙大部分都是海底屋吗 都是海底屋 最大的就是山巷里面 所以其实新加坡这些很重大的改变的 期间 你都有记录很多 那都 对 用 一个人我是记录多一些 用整个来看 也是太少 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哪里那么多 对 也不过也算是很多 对 我经历了 对啊经历了 经历记录这一些 还有这本书的 一开始呢 一开始就是用了很多 六十年代海边的一些照片 因为我时常去海边 所以这里就是你指的江一海边 江一海边 马大鱼竿 这些都是渔夫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叫无业 可以聊一下为什么那时候你会 拍这张照片 然后为什么会称它为无业吗 因为在那边走走走 我就觉得 他这个是 可能是 没有工作做的 新加坡的新加坡人 那么我就说 这个新加坡无业的人们 也表现说新加坡 无业的情形是怎么样 是很 是很糟糕的 所以 那个年代那个时候 会不会这样的现象会比较多吗 那个时候 开始好了 开始比较好了 但是 总之有 富的时候也有穷的 东西 OK 应该是这么讲 不过我们是抓紧 东西 先 把这些人弄清楚些了 不能说 这个就是 整个不好的东西 那我想要问你一下就是 近几年你还有在拍照吗 近几年有用手机 用手机拍照 用手机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用 大级的 相机 因为我是越用越大的 Hasho 大的大概有两公斤 那我想要问你 就是 早期的新加坡和现在 你会觉得 之前题材比较多吗 应该说当然 用些 很多人来 的看法好像是比较多 其实每个时代都是这样 每个时代 都有这些问题 都有可怕的东西 都有可怕的 不能说 这个时代有 那个时代没有 只是说 这个时代这个东西 慢慢过去了 新的东西又来 现在 就是这样 好 那我想要问你 最后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一些 对于 刚开始摄影的人 就是新一代的摄影师 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给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新去拍照 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然后 一直去拍 拍这个不够 再去拍别的 各种来比较 那么看看别人的东西 问问别人的东西 很重要 为什么那时候 很多人参加摄影修会 对 就是这样 大家一起去拍去问 你 为什么这样好 应该要看什么 要看什么 是一个 一个有很大的 伴助 所以就是要多交流多尝试 对 谢谢你接受我们今天的访问 很高兴 谢谢 很荣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